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开始引出话题 然后叫那个什么专家来讨论讨论 这个是什么 然后骂他一顿 也要捧他一顿 这个其实不是开玩意 不是说川普最近开那个 我觉得就是发几条推特的那个问题 他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怕 他是说媒体 agenda是谁在set 谁在那个制定的问题 就每天媒体报道什么 讨论什么 大家讨论什么 其实你们还是新浪微博到现在还是公共新闻员 对 我觉得是 现在我觉得有点分散 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在于 就是说我们讲推荐类的 移动媒体的起来的话 但是单从一个原创性来说 源头来说 很多还在微博上 我就在想小崔这个世界 我来自从就在想 未来再来发动这样的一个舆论性事件 在中国还是没有第二个广场 还是你新浪是最大的广场 所以你就注意力一直在那边 注意力一直在 其实就剩下来就是产品和变现模型的问题 怎么样就是说 把那个平时的那种使用的那个产品的宽度在增加 就是说频率在增加 这是很重要 他们刚才问我说 说抖音起来了 快收起来了 什么起来了 那我就问他们说 如果再有这个事情发动会在哪里呢 也不会在快收 也不会在抖音 它实际上这一类的平台 它会分散很多用户的使用时间 对 但是它不是说是一个替代型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替代型 所以你走的 这把牌还是好的 对 一个时代给你的机会 大的机会就是那一些 如果你没抓住 再往前走的话 可能会更加吃力一点 但是我觉得 至少我们现在平台规模还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说 如果再能够大一点的话 我觉得会更好 由烟火组成的巨大脚印 正沿着北京的周轴路 穿过天 非常漂亮的最后的结尾 第一个金牌点 中国女牌夺的 歼20领导人集体合影中 战事不会呈现了一个 璀璨夺目的开心 英国女王公布新政府施政 与立法计划 天猫双十一狂欢节落下围 美国进入归机 能修以最大的下流 在公司360的战争的战争 因为经营不善 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在乌镇欧场 我们是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 我们是中国创造 你是中国制造 王总讲的欧出 欧出本身是个伪议 先定可能达到小调 让说我先正在一例 货地超发和低利率 刺激了金利润房价 地价报价 中国游客在法国 购买免税商品总额 达到6.51欧元 本节目由乌尔沃汽车 独家冠名播出 这十年很多人变化 真的很大 十年中国逻辑之间 就是你说的水大鱼大 一个问题是吧 但在水大鱼大的时候 就是说 你正好是一条 比较对的鱼 就是这条鱼 对对对 然后你胆子大 就是只要你胆子大 就是在某领域踩对了 对对 实际上你就是可以 有机会了 有机会 因为实际上 就是中国任何东西 都是规模比别人大 很多 就是中国动不动 一个APP到一千万 是分分钟的 对对对 到一千万的人 越活一个亿 人家像两个国家 人可能一个亿 但是你要在任何一个 其他的国家 现在除了印度以外 但现在我觉得 也有可能产生这种 在其他国家都不可能 在美国产生一个 一千万的APP 几乎十千来万的 也很难的 对 所以它必须要产生 就变成一个 国际化的一个过程 就是它的难度就很大 中国互联网人 他蛮幸运的 他刚刚中产崛起 正好中产崛起 等于这十年 什么都都搅在一起了 对 在移动互联网 那波红利起来 城市化 然后移动支付 又这个互联网 很多工具的迭代 我觉得中国移动互联网 之所以这么发达 跟移动支付 是很有关系 它是本质最最重要的 一个部分 实际上 很多人觉得支付 是作为一种支付的手段 它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商业创新 产品创新的 一个最根本的一些 一个路口 2008年其实也就是 iPhone 3G发布的时候 如果全球范围看的话 那一年就是 由PC市场转向 移动市场的 一个转折点时刻 那么到了09年的时候 新浪推出了新浪微博 我在我的书里面 也写到过 新浪微博是 中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后的第一个全民产品 而且我认为 它极大的推动了 中国移动传媒市场的发展 可以说微博 在过去十年里面 是一个现象 就是中国的互联网民众 掌握了传播的主导权 开始用自我生产的方式 实现自己的意见表达 和生产自己的新闻产品 是从微博开始的 我做十年二十人 我觉得如果要再找一个 在过去十年里面 影响了中国舆论市场的 那个人 大概就是曹国伟 曹国伟是我的师兄 而且是郑中的师兄 是比我大两届的 这一次能够听他聊聊 他的激荡的十年 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件事 因为我这本书写的是 激荡十年随大于大 这房其实跟大家沟通 也是这十年的变化 我在想 08年当然中国很多事 比如奥运会 温川地震 但如果从互联网 其实有一件事 我在想 就08年的6月份 是那个iPhone3G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蛮正好的 你说了一点都没错 如果你说过去08年到18年 因为你的跨度是这个十年 对对对对 你要问我这十年 可能最大的那个变化 或者说最 你最大的荣耀 也在这个时间段上 对 实际上我觉得还是那个iPhone 因为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现实意义上的 我们认为是一个智能手机 对对 像智能手机带来了 其实我觉得真正的 移动互联网的更有实际上 对对对 所以这点我觉得特别重要 那到08年 我觉得特别重要一个点 其实温川地震也是一个 奥运 我觉得都是一个 那个时候新那些 在传播层面也到顶峰了 在PC时代里面 门户时代 我觉得 最后的光荣 高分到的是 我觉得温川地震 实际上很多人就记得那时候 很震撼的很多镜头 我觉得温川地震 实际上第一次真正显示了 互联网媒体的一个 大量靠博客来解决问题 博客 那个自媒体 包括论坛 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 我记得一个新浪博客 一个新浪论坛 那时候量级或是爆发性 然后我们当时 在我记得在论坛上 发起了一个叫 律师代在行动 律师代什么意思 就是实际上是给 那个灾民希望 对对对 给生命希望 实际上 那个我记得好像有 四五千万人 带上了律师代 那个时候 四五千万 就在我们一个网上 挺吓人 那是很吓人的 还有那时候奥运会 记得 我记得你们还搞那个什么 就是在线的跑步 那也几亿人参加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吧 在线跑步 其实我们在奥运会 奥运实际上是 你说的没错 是我们一次 有点那个 就是那个巅峰的 那个 其实我们那时候的流量 比其他几个网站 就奥运的那个报道 已经加起来要大很多 对 实际上奥运是 是一个很很关键的一场 由焰火组成的巨大脚印 正沿着北京的中轴路 穿过天安门广场 今天14点28分 四川汶川县发生7.6级地震 经过我们反复的核实 四川地震的震级为7.8级 那个 我现在是在成都市中心 中盛街 第一个近快点 中国女派夺得了 其实你到了 到PC这个到头的时候 其实09年就开始做微博了 对 这中间是怎么能够考虑 起做微博呢 其实历史有一定的必然性 一定的偶然性 微博实际上不是说 是一个09年 我们在计划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产品 06年我成立了一个叫互动事业 就是叫我们叫互动产品事业部 我们那时候也做过什么开开新网之类的 也做过什么什么那个 就是那个社区类的 也做过什么博客圈 后来就做了一个Facebook一样的东西 对 那个这个产品叫朋友 朋友 做了大概一年 后来在那个09年 六月份要发布的时候被我毙了 我看了这些太复杂的这个产品 他把所有的世界上有的这种 全部加在一起 全部加在一起 有那个Facebook这种社交的 有那个开新网的玩的那个东西 还有微博这种那个 就是推特这种 那体积很大 就是重的不到 你要我这个作为CEO的人 两个小时搞的成功 我说这个基本上 因为简单讲就是互联网一定要简单的产品 一定要非常那个切入一个痛点 非常简单的用才能够去那个 非常快的那个传播开来 所以我就当场就把这个产品给逼了 然后呢 因为这里面有个模块是微博 就是当听了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感到成了一个后来的微博的形态的一个 对 独立的一个产品 我最近写那个 即当时间推大欲大 我有段我句话 我就说09年 10年 10年 10年前后的新浪微博 基本上是中国互联网时代 最后一次草民狂欢 对吧 而且是广场式的 对 它是广场式的 就是说那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对对对 每个人都可以交互 对 实际上你看这个产品的形态是什么 它正好感叉 一个是说 产品形态 每个人都可以去发布 都可以去参与讨论 而且能够产生热点 产生传播 产生交互 其实你看当时的 争奋相对的那种 在微博上产生 就是说辩论 对对 那个讨论 很多是实际上 互得 对对 可能是那时候最好看的 最好看的 10年1年最好看的时候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 给了它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发展的一个 野蛮式的身体 对野蛮的 野蛮时期 野蛮时期 它带来 还有一个实际上 就正好是移动 互联网起步的 对对对 这是很重要的 手机大规模 什么时候觉得 这个产品变成 变成战略级 很多人就是说问 就是说那个微博 为什么可以起来 当然很多原因 是吧 那个 一个是我们公司 全力以赴 这个是 从公司角度来说 那个从我们策略上来说 因为我们 在中国做了很久 我是很清楚 就是规模实际上 是核心 竞争力 所以从一开始 我们发现 这个产品游戏以后 我们全力以赴 我要求就两件事 一个是说 不以预理的 把规模尽快做起来 其实全公司 都在走位 对对对 全都会见你最多的 就那时候了 遭都参加论坛 对 以前我也之前 之后都不大成全 对对对 那段时间 我觉得是特别 到处讲路 到处讲那个东西 另外一个实际上 是要不以预理 把那个 那个就是 那个就是 媒体的 管理做好 就是内容的管理做好 如果这做不好的话 这个东西 不会有什么名利 失控 失控的话 你怎么 在任何社会 都不可以 我觉得 就这两件事 正好碰到移动 我认为移动 一定是个方向的东西 移动带来个什么东西 你看微博这个 因为它很轻很小 那个很简短 它在移动端 实际上是看也好 写也好 都是可以完成 对 所以正好带来移动 或者刚刚起步的时候 而且我们移动版 所有都有 所以它移动带来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讲 随时随地的用 那PC你一定要坐在 那个办公室 或者回家以后 你打开PC才能看 移动是随时 也都可以看 所以这是本质上 对这个东西的推动 就是说 从我们使用的 我们讲的频率来说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东西 当然这后面 也是微博 后来变成一个 就是说 后来再往前走 跟微信竞争里面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势 就开始的时候 实际上 微博它既是一个 就是我们讲 社交媒体的现象 也是一个移动 互联网的一个现象 但是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 它改那个时间段 实际上正好是移动 那个刚刚起步 智能手机刚刚起步的时候 大部分用的 还不是智能手机 其实微博这个产品 是从PC上做起 就我们开始 对对 早期都在PC上 都是PC上 对对对 然后我们 再按照PC组产品 再做个移动版 对对对 是这样 所以它在移动上的效率 一定不是跟那个 就是纯粹 从移动作息的产品 可以比的 这也是 那个是后来 在竞争当中的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劣势 对于它在通讯上 在很多产的体验 是不好的 因为你没有 加AM功能吗 因为你本来 后来其实加了 后来加蓝 后来我就是变成一个 就是说 任何东西 从移动作息 把PC给那个 放一下 就是说 后来那个就是说 所有的产品 都制造移动 开始做起来 就是说 我记得我写腾讯传的时候 一开始的 在 2010年底 2011年初 接触马化腾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 当年腾讯的焦虑 记得我当时收到过 腾讯 搜狐 网易 送给我的手机 都是因为他们希望我去 那边去开他们的微博 但是我今天是马化腾讲过 一句话说 说击败微博的 一定不是下一个微博 所以到后来 你也会发觉说 其实到了2013年 2014年的时候 随着微信的崛起 新浪微博遭到过 一个很大的挫败感 那个时候 也是曹国伟最焦虑的时候 这十年里最焦虑的时候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 后来微博还是走出来了 微博 然后今年一季度 它的月火达到了四亿 那就是全世界第七个 达到四亿级俱乐部的 一个社交媒体产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来微信起来当时 你还记得吧 当时有多大的影响 有 它开始的时候就非常猛 那个本质上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开始的时候 用微博用了比较多 其实你可以理解 它既是一个媒体性的产品 微博 但同时也是一个 承载了很多人的社交 对 是不是 就是我们朋友之间 在那里交互 互相关注 对 发私信 对 发私信 其实私信就是一种通讯 实际上就是那个 就是这样的关系 但是就像我说的 它本质的产品 它还是一个公开的社交关系 就是它不是一个 一个私密的社交关系 没有其他产品 它在社交性上面 也显示了很好的 因为我们讲的那网络效应 才是社交关系的话 实际上后面你再怎么改 都是很难的 所以但是呢 它不是一个私密社交的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产品 就这样一种场景 所以微信其实取代的 就是这样一部分 但它通讯起来的话 它实际上带来的 私密社交的话 它的粘性要比你强很多 它的传播性要比你强很多 它社交关系要比你粘性 一个是粘性 一个是 手机端的时候被放大 如果我们讲互联网 所有的产品 是这样一个静置塔的话 通讯就是最底层的 是每个人都需要 每天都需要很多次的那种 而且它一旦产生了这种 我们讲社交关系 是很难被取代的 因为它的转移成本太高了 所以其实就是微信起来 就把我们讲的 就是说熟人之间的 社交那部分的使用 吃掉了 场景给吃掉了 但吃掉了有个 这个东西的那个 产生的用户数 以及我们讲的用户粘性 跟用户使用评理 是远远高于微波 在这个之间 然后它再建立一个 朋友圈的话 就把熟人之间呢 我们讲内容分享 这部分拿过去 因为你没办法去那个 兼顾 就像你说那个朋友圈 就是说要把那个媒体情 做得很强 也是很难的 对 就是这实际上是用产品的 那个性质来决定 你看这一次那个 崔永元和范明兵的时候 他发动 他也不会在朋友圈里发动 他必须还是在新浪微波里 所以就是说 你的广场效应还在你 广场效应还是 你这种思考后来 跟那个2013年 你引进阿里有关系吗 我们需要一些 再往前走的一些支撑点 然后我们认为 实际上我们需要结盟 对 需要一些那个大的平台 来支撑我们的一些发展 包括阿里 我觉得引进的话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第二个实际上 它对我们一些商业模式的形成 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就这两点是毫无疑问 那个 其实我们14年上市的时候 一定从那个任志强时代 进入到了张大义时代 对你说的没错 从大V就是说 我们讲网红也好 那个电商也好 实际上你看到的实际上 它不单单是一个 就纯粹是一个讨论的 一个公共娱乐的平台 也不仅仅是一个 就是说我们讲的一个 实证讨论的一个平台 实证已经大量解释 网红也好 娱乐的明星也好 通过自己努力也好 在微博上形成 就是说影响力 但形成了这样一种 社交的那种我们讲资产 它有大量粉丝 就形成资产以后 它就可以变现 对 可以说卖东西 我们看到这样一种 就是说它可以 让每个人成为一个造星的 就是说这个平台 每个人都可以用来造星 也可以用来就是说 变了就是说 在过程当中获利 所以这是我们搭建的一个东西 阿里实际上是一个 这方面一个生态的一个 很好的不作伙伴 但实际上14年我们上市的时候 大家知道微博上 其实微博应该来说 那段时间可能是 前后是最难受的时候 我经历过很多资本的运作的事情 是我经历过最最难受 最最惨淡的一个资本市场 一个是我们自己 说不清楚故事 实际上是说 人家很多人都不用来 你为什么还能上市呢 另外一个呢实际上是那个 资本市场特别冷 我记得那时候露宴的时候 我们走了七八十个议庭 我自己参加露宴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单子 没有投进来 我们碰到主要是大市场 跟我们自身的那个 公司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就是 再难为要冲出去 就是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当时我觉得一个 为什么 其实新浪微博成功 很大程度上 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一个因素实际上是一个 整个新浪这个 全体员工一个 欧印的这样一个 新的一个勤务的话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机制 包括那个 给所有的人的选择 就是跟微博有关 我在那个最极端的时候 我给新浪的管理层 发的option 不管你做不做微博 只发微博option 所以你这不做的话 那现在他们应该很感谢你 那我觉得我们第二次创业 实际上很成功 单单是说微博成功了 而我觉得我们 所有的老的一批的那个 就是说跟新浪很多层 很多年中高层 几乎都在这里面获利 所以一个是信心 一个是退出机 一个是那个激励机制的话 我们都需要 都需要的商量 当然讲回来 话讲回来 那个12年 那个13年的时候 我们受到打击很多 但其实微博并不像 很多人说 那个那么的糟 下滑了 或者不用了 只不过我觉得几个方面 一个是用户的组成 在发生变化 以前很高大 对 对 都精英分子 在讨论很多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 一旦这个氛围不一样以后 其实我们变得就是说 更加的就是往下在 这个用户在往下沉实际上 另外一个实际上 从那个我们讲 可能一些大家关注的事情 讨论会比较少一点 但是比如说我们更加走向娱乐化 娱乐化 走向电商 电商 网红 二次元 各个垂直领域的那种 我们讲的那种 那个内容的那种 参与者 包括那个我们讲的 各个领域的大V在起来 后来那个实际的比例 越来越来越来越 对 就变成更加娱乐化 更加那个电商化 那个实际上年轻用户的 其实你现在用户年轻 都比原来高很多 高很多 其实现在最主力的是 15到25岁 就00后为主 对 15到25岁 然后娱乐 那个其实是那个 占的比例蛮高 另外一个实际上就是 我们越来越打向 第三线四线城 以前微博其实 这样说吧 还有很重要一个因素 腾讯微博的 那个 就是他微信起来以后 就他其实你已经 不需要打微博这一张 因为其实微信起来已经是 他在这种微博 实际上是跟自己在 跟自己打自己 但是腾讯微博出来 对于有一个什么好处 现在我们的对手没有了 第二个 以前腾讯微博 占了那个三线四线 四五线城市 那时候那个都是他们占的 我们打下去很难 就这样一来实际上 他等于把微博放起来 对 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往下打的话 就比以前容易很多 所以其实这 很多人想 第二次起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必难的 只不过是你是说 这个东西就是说做到 一个是出乎人家 可能意外 其实因为很多人在 很多人觉得自己不用了 或怎么样 其实他只不过是用着用户的 组成跟用户的那个 就是说使用微博的那个方式 在发生改变 而且这个用户在下层 也蛮奇迹的 这两年你看互联网 或者产品里面 也就新浪 微博和小米 就是经过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低谷 再回来的 就这两个产品 另外下去你知道再起来 要很难 几乎很难 非常难 我觉得他做对了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是当大VB结构以后 他去寻找了新的 使用新浪微博的那批用户 比如说一些网红 比如说那些 社交电商的从业者 一些二次元的爱好者 他今天跟我讲说 新浪微博现在的 主力的人群 已经在15岁到20岁之间了 所以这应该是一次 他的用户的一次迭代的过程 对 第二呢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他用结盟的方式 引进了阿里 阿里在13年的时候 成为了他的一个 重要的战略股东 所以中国的第一批的 社交电商 网红电商 是在新浪微博 这个环境中形成的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他能够走出来 他年轻态 然后业态的多元化 然后跟产业的 穿透和结合 使得微博 变成了一个 在今天还是一个 中国特别重要的 社交媒体产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到这儿 你怎么看那个 今天头条呢 或者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张一鸣 这个机会是属于谁的 首先我觉得 一鸣是很厉害的 这毫无疑问 我觉得我们早期 也是他的一个投资人 自己上 也不是最早期 是比较 相对比较早的时候吧 然后我们对很多 移动媒体的 发展的理念 我觉得是比较类似的 你们原来的新闻 也很强 但是它不是 它是完全不一样做的 它不是算法模型的 所以这个算法模型 我是比较看好的 搜索本身也是个算法 那个直播在PC时代 是特别那个 dominant的一个东西 其实很重要一点 我觉得移动互联网 我说为什么特别重要 它带来的数据是 PC互联网 无法比你的 我们都是学新闻的 两个人是吧 就是我们讲 我们以前都学五个W PC只能回答一个W 就是what 什么意思就是 你搜了什么东西 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但是移动时代 它五个W都可以回答 你是谁who 然后你是跟谁有关 whom 然后你跟谁有社交关系 实际上这是一个whom 然后你是说when 它是个实时的东西 where它是个location based的东西 所以那个所有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讲 新闻的无要素 它都有了 而且它是个实时的 所以它带来的 我们讲信息 数据 这种匹配 是PC 这个不是说 是一个数量级 它不是个十倍的根 它不是一百倍的根 它是几百倍的这样 差别的这个概念 所以因为有了这样 这么强大的数据 你推荐变成可能性 所以我们现在 所有东西走向个性化 那这个机会 为什么不属于新呢 属于腾讯 或者属于感觉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一定是个 新公司产生的 对 因为实际上 就是说 它一定是跟我们 现在模型是打架的 所以讲回来的话 我觉得就中国的企业 都有中国发展的这种 特殊性跟野蛮性在里面 就是说 开始的时候都是比较 都充满争议 我觉得就新浪 我觉得是相对来说 就是以前太不野蛮了 你们早期也有野蛮 早期报纸也给你们打 我进公司那天 其实我们其实已经 签了一百多家媒体了 那是99年的事 对 后来我们高峰的时候 我们一共签了媒体 一千五百家 我记得很清楚 其实中国的传统媒体的商业化 是跟互联网媒体同时发生的 都是这报纸的时候 对 都是报纸什么时候开始的 实际上就是 200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比较那个 这个你知道 就是它是代表的中国商业媒体发展的一个一个 但是那时候互联网媒体已经有了 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 为什么就美国的报纸后来不行 中国还有那个十几年的 那个报纸的黄金时期 实际上是跟互联网完全有关系的 因为实际上我们是把它的影响力 把它放大 一般报纸都是本地媒体 对 对 是不是 它的主要的收入来自于什么 分类广告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这样 你去看好了 以前的美国的独视报都是这样 但是中国的独视报 什么时候依赖过分类广告 它本质上不是依赖于本地的广告 来增加它的收入 它一个是来自于房地产 那是本地化的 第二实际上来自各种各样的 什么汽车 IT 3C 品牌广告 平台广告 平台广告影响力哪里来的 是互联网给他们 我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就每个人都说我门户怎么样 清裁你们的内容 或者怎么样 中国的门户从来没挣过钱 你们发现没有 中国的门户 从来没有通过门户这个业务挣过 只有新浪一家是考 因为我没游戏 你为什么不做游戏呢 我这很奇怪 你们做过没有 我们其实众多最早做游戏的公司之一 就是我们那时候盛大起来以后 网易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跟韩国的天堂合作 成立要合资公司 那个游戏太超前了 那你游戏为什么没做起来呢 你游戏发现可以不断吃错 反正我觉得 是跟你个人有关系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 一个是基因的问题 一个是命的问题 我们就是没这个基因 我们做游戏就做不好 但是跟我们开始的挫折是有关系的 实际上 我们就是说做的话 碰了两次 那个都没碰好的话 后来就是一直没有 其实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行 做这个游戏 对 还是不行 就没办法 就是不是这条命 他今天也讲到了一个问题 他也讲到了 人都有命 或者企业都有命 就是你所形成的一些核心能力 在未来的某一点 会变成你的负资产 或者阻碍你进行 破坏出创新的一种可能性 所以他会也在说 新浪缺少一点野蛮基因 从新浪20年的互联网来讲 其实我是挺替你骄傲的 做你的师弟 新浪社会网语 BATJ 怎么TMD 没有今日头 学新闻出来 但是都外面人来讲 其实你又是觉得 你是做财务出身的 做CFO出身的 你觉得这两个思维 或者这两种训练 对你做新浪 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在你观众 我觉得这两个 都是影响很深的 其实我在美国 也学过新闻说 对 新闻说什么 然后它让我进入 就是说对媒体行业 就是我们讲商业媒体的 那种模式的 这么运作的一些东西的理解 所以我在美国 其实对商业媒体 包括后来互联网媒体发展 我是很关注 就是说不是一个记者的角度 而是从一个 怎么去管理一个媒体 怎么去发展一个媒体 那个商业这方面 我是一直很关注 也是我觉得对这方面 理解是蛮深的 财务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财务很多人 中国是很多公司 轻视财务 对这个财务东西的理解不透 我觉得 CFO不是很保守吗 但是你要知道 就不是所有的CFO都保守 你做CFO的时候 可以很保守 你做CEO的时候 你又要换一个角色的时候 这跟你本身的 但CFO的training 在中国吧 只不过你看都是 CFO是跨整个公司看的 你理解我意思吗 否则的话 他要什么做产品 要么做主要么做销售 要么做市场 他很少是说 我对所有东西都懂 这个角度从来没想过 你这么说 如果一般好的成长公司 我要请一个特别好的CFO 是吧 这是一个选择吧 这个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 不见得 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 很多时候 是说你 你发现一个机会 一个产品 你赢了 产生就是说 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机会 一个业务 一个规模效应 那你就实际上就站稳了 否则的话 你平时什么 成本控制的债好 或怎么样 都是没什么用的 对 我们这种互联网公司 它需要一种 非常长线的决策 甚至于要非常那种 就是说那种 就像我说的做决定 就是说 你不能太保守 你只能是说 未来有几个地方 你要赌的话 你必须赌上去 对 这个成功 必须要长期规划 它是要必须 你要把展示的报表给忘掉 把那个利润给忘掉 你哪怕你利润再小的话 你也得赌未来 否则的话 你分分钟就会被人干掉 所以其实我这个十年 我觉得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要把我这方面的那种 很多人以前跟我谈话 这很累 因为我是 我对很多数字的理解 都比我下面部门 自己的人都要清楚 就是说 那个 就是实际上这是一个 习惯性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后来就把这个东西 我现在不看报表 什么都不看 就是要把这个东西都忘记 但是你要说那个偶然性 它肯定会有 但是有的时候 就是说你得 在关键时候 你要说那时候 谁看得清楚 微博一定可以展成这个 我说句老实话 那是胡说八道的 但是那时候 你看到这个机会 你要全力以赴去做 那时的确是一个看到的 而且是我必须要去 全力以赴去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那个 你要说过去十年 我们做的主要一件事 就是微博 微博 它的上上下下 它的曲奇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 但是那个 再往前走 你要说未来五年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 还是很有挑战 对 如果有的话 大师在哪些点上呢 短视频还没打完 是吧 看得到 短视频没打完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说 它是变成 就是说少数独家 那个独大 还是说 它会变成 每个人都有一点 因为它毕竟的壁垒 还没那么高 实际上 我认为是 而且短视频的变现能力 这个我倒不会太担心 我觉得只要有规模的 那个网络平台 一定会有变现 其实本质上 你看到现在 我基本上都是广告 只不过都说广告不一样 我这个时候 很多人说 你有什么商业模型 有什么那种 什么创新 其实都是 本来本质上 都是在做广告 从开始到现在 都是一样 除了那个收费的游戏 跟收费的内容以外 其他都是广告 阿里做的是电商的广告 不一直是这样 百度也是在广告 一直是这样 只不过大家做的 腾讯的广告部门 也越来越大 实际上我们提供 也是个广告服务间接的 我们不是说跟社交电商 去分层 其实跟阿里道理是一样的 阿里也不跟 分层也有 是吧 但是它主要还是靠广告 对 实际上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 你产生很多的 就是说 怎么说呢 我们讲商业的这种需求 或者新的商业的形态 在这过程当中 它实际上 从平台角度来说 大部分还是靠广告变现 但是在这个参与者 很多那个电商 还有网红 还有很多人 他可能是说 他通过销售 但是他在每个平台上 都要做广告 其实每一个时代 就是说 大的机会就那么几个 我觉得你失去就失去了 就是说 你说很多时候 在未来的话 你再牛再怎么样 聪明 其实没有用 其实一个是 时代给予你的机会 并不是那么多的 另外一个实际上 是未来什么样 很多人是说 可以预测 我觉得很多时候 其实我认为 很多时候成功都是 偶然性是蛮强的 你说真的能够预测 什么 你哪怕预测最好 能不能产生商业化 产生规模化的产业 能不能产生规模化的公司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你比如说能工智能 大家都说 每个人都说 能工智能怎么样怎么样 它是很大 毫无疑问 它其实改变 我们生活方法 但是那会不会有一个新的公司 说哪个能工智能 突然出现一个很大的公司 我觉得是很难的 几乎不太可能 因为它实际上是会 就像移动互联网 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法 它会改变 很多行业的效率 是吧 金融也好 教育也好 什么东西都会 出现以后都会改变 但是你要说 成功说一个移动互联网 一个新的公司产生 就是说 那个纯粹是一道 移动互联网的一个新的 那就那么几个 它不会 它偶然性会很强 所以有的时候 你说 人生难了 难以预料 我觉得 我以前看你报道 包括那个立峰也在说 说你不是一个 特别爱做长期规划的人 对 人家问我 就以后就要 比如说你退学很干嘛 我觉得人生很难规划 我从来没想到 我在新浪会 待那么长时间 因为我加入的时候 实际上也很朴素 就是要来 做一份具体的工作 也没想到 自己会变成怎么样 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就是说 可能这个公司适合你 也适合这个公司的时候 在适当的时候 你那个公司 有这样一个机会 而你又准备好的时候 实际上是 挺好的一个机会 但是你说 这个是可以计划的吗 肯定是不能计划的 你觉得在性格上 你是一个激进的人 还是一个保守的人 我觉得相对来说是一个 肯定不是激进的 我觉得那个 还是偏保守 保守不保守 我觉得讲不定 看什么事情 还比较稳吧 我一般做的决定是 比较深思熟虑的 但是一般做了以后 肯定了 对 虽然曹国伟同志 看来就很随和 但很难被说服 有吧 那不一定 看什么事情 我觉得 因为很多事情 如果我是 相信我是对的话 你比较能够改 比较能改变我 但有些事情 我并不觉得 我并不固执 我觉得就是说 很多事情 我并不觉得 我这方面 我真的懂 我只是说 我真的是有这样一种 base去做这个决定的话 我不会是说 因为我是你老板 我是说我的决定 就一定是对 那是肯定不会 我最近看过一个 人家说什么 新独角说100强 里面百分之七八十的公司 我都没听说过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变化 实际上这个市场 就是越来越细分 那个行业的 就是说 不是我们十年以前 那个就是说 能够去理解 能够去想象的这个市场 能够比以前 大几百倍 我觉得应该 他进新浪以后 我觉得曹国伟 还是干了几件 在中国互联网史上 比较重要的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2000年 新浪的上市的结构 就VIE结构 是曹国伟设计的 后来它被称为 叫新浪模式 所以这个结构 是曹国伟做的 对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觉得2005年的 毒丸计划 就是盛大 在公开市场 对新浪的一个 举机性事件 那么曹国伟 当时的一个应对 现在看来是非常漂亮的 甚至到后来 你看宝湾事件 发生的时候 郁亮都很感叹地 跟我讲 可惜我们不是在 海外上市的 我们没有办法 制造一颗毒丸 来举机姚振华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挺重要的事情 第三件事情 我觉得是在2009年的 MBO MBO导致的结果是 结束了新浪 长达十年 没有一个实际 控制人的一个情况 叫它股权过意分散 然后没有人对一个 长期的战略做决定 2009年以后 新浪变成了一个 有主人的一家公司 我觉得这个 开始了长期规划 我觉得它第三件事情 它改变了新浪的命运 第四件事情 是新浪微薄的出现 对 是改变了过去十年 新浪的命运 对 我现在我十年前 十周年的时候 十周年 对 我们那个团队 把我做的那个 你明年就二十年了 对 明年二十年 后面十年反而会少一点的事 我想说很少参加活动 都是那个就微博上市的时候 那个照片比较多 直到就没有什么 这都是微博上市的照片 对 你这两年跑出来少 对 00年啊 其实新浪所有的大事 你都是 都是你参与和主导 对 大部分都我主导 这就是那个十年的时候 那天他们送给我的照片机 对 是 你拍到吗 你不知道 我以前是复旦摄影学会的会长 这个相机啊 实际上就是那个 我十年 那个在新浪十年 我们那个同事给我做了一个 过了一个生日 也是那天那个 好像就是那天公布那个MBO的 928 对 然后呢 那个那天喝了很多酒呢 他们送了我这样的礼物 也知道我喜欢拍照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